宝宝燕奶是一个很常见的症状 首先我们家长应该先区分一下 是生理性还是病理性 如果它的体温正常 精神良好 尿量也不少 血绵也比较安稳的话 那么咱们考虑是生理性燕奶 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家里头 先观察 生理性燕奶期一般出现在四到六个月 六个月以后的孩子发病率比较高一些 也有几个别的孩子 早两三个月就会有燕奶的表现 那么燕奶原因很多 你比如说是像两三个月的孩子 他可能在新肾儿的时候 他就是生理性的反射 你给奶他就吃 但是到两三个月的时候 他的神经系统各方面发育比较完善了 他就是要根据自己的生理需求来吃了 所以当他不饿的时候 或者他没有觅食欲望的时候 你给他吃他可能就不太想吃了 像这种情况 我们可以缓一缓再给他喂 然后再就是六个月左右的孩子燕奶 大多数是添加腐蚀以后 当他添加腐蚀以后 他味觉有更多的接触以后 他对单纯的母乳就失去兴趣了 喜新厌旧的这种感觉 这种情况我们家长也不要着急 循序建计慢慢的来 可以延长喂奶的时间 然后适当的减慢腐蚀添加的这个速度 我们在观察 每个宝宝都是不一样的精灵 所以需要我们家长仔细的耐心的去观察 引导帮助孩子度过燕奶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